市场一如所了于农历新年后反弹,不过反弹力度之大,以非一般的小回星史,二手指数连升五周,加上升幅亦明显加大,早前就算如何看淡的专家,亦纷纷转态看好,这次星史加速狠快,可以以涌浪史来形容,突然而来,兼且波浪愈涌愈大,如非早在船上,狠易被这转急浪,充分头脑, 早前不这也表示若有心上车,唐遇有减价一成半的榫盘,不要犹疑可即入市,唐去年底抽到新盘,又或以撒跌价扣入二手盘的买家,现在已有可观的赞幅,这次涌浪史,波幅在增大,可以肯定的说,顶位未到,在未来一季,趋势难以改变,想入但未入市的,现在上车,上可以贸易战未倾妥为由,与业主进行以价, 在现情况下,或许尚有百分之五的以价空间,但唐若贸易战顺利倾城,升幅应不止百分之五,但如果倾不成,会否急插,唐这情况出现,股市波幅会较大,但也不会回到去年低位, 在楼市方面,则相信影响不大,主因是现时的上车客,以用家为主,对政治的敏感度并不高,所以贸易战就算谈不成,也不会就此拉倒原先的上车计划。 过去数年,政府不断以息口随时上调为由以压益买留需求,好有为的特首林郑月娥,现又主力搞大湾区大融合,明日大罪等超级项目, 不过大家看看旧启得机场宴指,搬了22年,今日仍指示地盘处处,大湾区及明日大罪,香港要受益, 恐怕又是十几年后的事,未上车的,可否再等另一个十年?